重返教育童话政策 敦马回国当首相后 除了第三国产车 马兴湾桥F1计划之外 另一个最让他念念不忘的 就是重新推动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 在同一屋檐下上课的 红念学校 为了实现这项愿望 敦马派出和他一样种族主义的 黑邪部长马自立担任教育部长 再配上那个静静不敢出身的 副部长张面群 一起将大马教育 推向单元流制度的方向 将华教推向万劫不服的地步 比如为了照顾马来人的感受 西门成人同考的日子 何止最后一礼路 简直是无限期的搁置 教育部也不顾华裔和印度社会的反对 在政府大学一科班 配合上落实90对时的 土族与非土族种族固打制 从这点来看 他们所做的确实比前朝更厉害 无论华裔和印裔怎么反对 教育部最后还是质疑 推行华侨和淡小认识早依文字 以温水祖清欢的方式 同化华侨和淡小 原来所谓新马来西亚 最终是要华人和印度人 都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 就像林冠宁一样 不再承认自己是华人 西蒙在大选宣言第二十二项承诺 西蒙政府将确保受委认为国家和州政府关联公司的董事 是有信誉的专业人士 而非基于政治关系而受委的 然而却多次遭揭发西蒙任人为亲 特别关照自己的彭党 以行动党为例 文东国会议员黄德已不再环保了 反而新兰的接受被委认为大马木材工业局主席 行动党前党员朱光耀 则接受备受委为中国商务理事会的CEO 最新的例子是 工藏会副主席黄佳和又再被委认为色大主席 两个职位明显纯有利益冲突 可笑的是 上述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拒绝委任或辞职 所谓的新马来西亚 原来只是换上一批新的彭党 以前的反对党升光发财后 当然已经仅仅不敢出声 破坏体制改革 敦马公然违反西蒙讯源第14项承诺 革新反弹会所残名的 反弹会委员的任命将由国会以民主的方式制定 但是最后敦马在绕过国会的情况下 散致委任公正党的拉蒂巴为反弹会主席 一来他脱险了首相权力独大的滥权现象 这对于民主的体制是非常不健康的 二 也令人质疑的是 有公正党政治背景的拉蒂巴 在执行任务时是否有公正性 如果新的马来西亚真的下定决心要改革 为何西蒙却违背承诺 任由政府沦为一个马哈迪的政府 来破坏整个体制的改革 摧毁司法公正 西蒙执政后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 凡是西蒙领袖涉嫌犯罪的案件大多都是不了了之 像林冠宁在担任宾州首产期间涉嫌的低价买豪宅的案件 在西蒙执政后竟然被宣告 法庭的判词是耐人寻味的 不测案但并不代表无罪 行动党的杨祖祥被指涉嫌强奸离用 但离奇的是 强奸罪本应该属于不可被保释的罪行 但杨祖祥却被口头保释 警方并没有延扣他 男男性爱短片也是如此 明明已经抵触法力 但是总警察长竟然以男男性爱是失事来敷衍待过 最后这个案件也不了了之 如果是前朝圣府的年代 早就被反对党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配上各种示威抗议 然后要求部长们下台 看来509之后 马来西亚并没有变得更好 反而越来越糟糕 西蒙所吹捧的新马来西亚 只是西蒙用来洗脑人民 和自欺欺人的一场春梦